记者江靖玲的连线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欧洲对中共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反应 靖玲你好 徐波你好 是的 徐波 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 就是对于这一次 那么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 接班那么正式亮相 那么这边的一般的看法呢 非常清楚 第一个反应就是 实际上这是一个机密的选择过程 那么尽管习近平在他的就职演说中 再三的强调人民 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伟大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应该要为人民 来尽全力的服务 可是呢对攸关中国未来十年 甚至于中国未来整个国家发展 跟中国人民前途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团队 核心团队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选择过程里面 却是显然很清楚的 却是跟这个人民是脱轨的 所以在这个边的舆论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反讽的现象 那么另外呢就是 我们从国际的舆论和画面上面 电视画面上面呢 这边看到了那么中共这个政治局的新一代的这个七位常委 当然包括徐静明还有六位常委 那么站在一次排开 站在台面上的状况呢 那么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 这六位就习近平之外的六位政治常委呢 看起来都是非常的这个拘谨保守审慎 所以一般的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 他们到底有多少的改革魄力 真的能够进行改革 那么还有就是习近平 他即使是想要改革 他又有多少的能赖可以贯穿他的改革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般的看法 当然还有就是刚刚东方提到的 就是有关这个胡锦涛的全退 那么习近平的完全的就是直接掌这个军权 那么这边一般的看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正面 认为说无论如何 中国共产党至少已经有了这个改革的意识 跟改革的决心 徐坡 那么习近平呢 显然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他是今后十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欧洲人对习近平有哪些了解 人们一般对他有什么期待呢 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 徐坡我想跟上前面的中国的领导人比起来 比方说胡锦涛过去十年下来 人像一个民意般的政治人物 那么这里一般人对于习近平的家世背景 还有他的政治历练 甚至于他的夫人 中国的歌唱家 他出生的这个夫人 那么一般人呢 都显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像 跟了解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 最清楚最近的一次状况 就是在习近平的旧职演说里面 那我们看到了习近平 他显得比较轻松 然后甚至有点情绪化的 那个表情跟作风 一般人认为说像这种很罕见的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 这么显得人性化流露的一面 那么这个是一个一般人认为说与过去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所以呢这里也有舆论就指出说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习近平应该是一个在现阶段可以跟美国和西方国家沟通交流的中国领袖 那至于说在期待这一方面 很清楚的就是希望中国在经济 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个部分之外呢 能够就这个中国的政治进行改革 这尤其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和中国舆论的开放 因为毕竟在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呢 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监督 没有舆论的一个开放的监督 那么所谓中国要谈到这个社会改革跟这个反贪污 这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许波 好的 谢谢VOA卫视 祝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